大家好 欢迎收看前环科技 Facebook在智能手机上压倒性地占据用户的使用时间 而随着大家可以用手机上社交网站 用卓上型电脑的时间也少了 反而用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更多 Google作为网络广告的旗手 的确是面对着一个极大的挑战 今天我们就请来相似谋略资深科技顾问 Andrew 王佩成上来和我们分析一下现时的情况 Andrew 你好 你好 其实现在很多人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时间 还多过用个人电脑 互联网的广告业带来了什么冲击呢 是的 其实Steve Swap也有说过 在search engine 手札里面 如果一由电脑世界转到手机平台里面的时候 search engine 对于移动平台的世界 它的意义其实变得逐渐减少 如果你看回最新的一份数据 来自CRIP的数据 这份report就针对最常用的手机的应用程式的史论 做了一个研究 你发现用得最多的apps 都是一些社交网络的apps 和一些游戏apps 当中其实Facebook佔用户 大部份时间去到45% 虽然你看到Google也有不少的apps 比如YouTube、Gmail、Kuomi、Google Search、Google Map 但是这些apps 零零碎碎加上使用率的时间 其实只是大概25% 和Facebook的45%比较 其实你看到它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的差距在那里 你变相有一样东西看到的就是 虽然Google在Android的系统有一个平台的优势在那里 但是它主要的广告业务 其实你看到反而都看不到它有一些特别大的优势在那里 而且不论你说是Android也好 Rx的手机平台会不会有些什么差异也好 其实你看到其实一些用户 好像由这个传统这个搜寻移动方面 然后转到一些Facebook这类的社交apps 对广告商来说 在资源分配上 又会不会作出一些相应的改变呢 基于一份最新的研究 BI Intelligent 的研究 它就访问了不少网上的广告商 包括一些agency 和一些个人的Marketer 发现其实有55%的用家 其实计划在未来6个月 都转投这个news thread形式的广告 以往可能是用一些banner 这个为主 这个研究里面都看到一些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有大概15% 无论是一些agency 也好 或者是一些Marketer 也好 几乎已经肯定 来近6个月一定会由传统的广告 网上广告形式 走去一个社交媒体 以一个news thread形式显示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趋势 在这些广告投放 其实是慢慢地转移到一个 社交网络的广告形式出现的 那随着这种趋势 会不会是传统的 搜索中展示的广告的方法 会不会已经失去了价值呢 其实在手机里面进行一些搜寻 都不会没有的 但是比起在电脑里面 当然效果和一个user experience 一个使用的体验当然会减少 但是你说一些比较本土化的apps 比如说你在手机里面去找一些食事 或者在地图里面找一些资料来说 其实都有它的价值在的 但是相比于比如说Facebook这类apps里面 投放广告的那个舒适的形式 或者用户的体验来说 当然用刚才所说的的呈现方法 就未必会及得上Facebook那种 广告形式呈现的 其实Google是否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对策呢 Google其实它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在Google search这个世界里面 你一定在电脑里面找的方便 经过在手机里找的 因为始终你找的过程 你要用键盘打入一些文字关键字那些 那你打入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在平板或者在智能手机里面 如果你打入一些字的话 那你显著来说就不是那么方便的 所以其实Google在Google search里面 在过去这几年 你见它也加入了一些语音搜寻 比如说一说一些关键字就帮你找 又或者它加入一些相片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相片的形式去搜寻 其实它目的都是想改善这个搜寻的体验 其实未来来说 NewsFact 广告串流Ads 会不会击败Banner Ads 或者是一些Search Ads呢 其实有一个最新的研究 是一个BIA研究 其实发现PC平台里面 呈现这些NewsFact的Ads 其实已经是很普遍的 比如你看到Facebook里面 Tricka这些 甚至在右边 你会看到一些正方形的广告之类的 但是在手机里面的平台 因为手机尤其是在这些社交App里面 你看东西都是向上向下拉的 你变成在用户体验来说 其实NewsFact 的广告 其实都符合到它这个体验的要求 因为始终你自然手机的形容比较小 你变成传统的Display App 或者是一些Content App的话 其实它的影响力相对会比较少 好 今集谢谢Andrew你的分析 《潮玩科技》时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